李巴嫩前一天發生大規模呼叫器爆炸 接連再出現對講機爆炸 造成至少20死450人傷 這批對講機來自日本公司艾可牧 機型10年前已停產 電子產品接連爆炸 李巴嫩居民陷入恐慌 深圳一名日籍10歲男童 上學時在校門口外遭大陸男子持刀砍傷 傷重不治 正逢日本清華918事變93週年 外界懷疑日本男童遇襲 可能與大陸仇日情緒有關 美國聯準會宣布4年來首度降息 而且一口氣降兩碼 美股一度飆升 最後小跌作收 多數經濟學者視為利率新週期 年底前渴望再降兩碼 美國總統辯論後 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 在關鍵搖擺州賓州和密西根州 民調快速攀升 超過50% 領先共和黨對手川普5% 南韓總統尹錫悅出訪捷克 親自督軍 確保新建核電廠大單不被搶走 時隔8年 南韓批准建造新核電廠機組反應爐 另外也積極發展號稱迷你核電廠的小型模組化和反應爐 國民晚安 歡迎來Focus全球新聞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黎巴嫩現在陷入了全面性的恐慌 首先是真主黨的呼叫器 集體遭到引爆近3000人重傷 結果第二天再傳出對講機也會引爆 這次對講機的爆炸案已經造成20條人命喪亡 受傷的也高達450人 而呼叫器是說台灣的廠商的產品 但是對講機是日本艾可牧公司的產品 日本立刻發出澄清聲明 第一個說出事的型號10年前就已經停產 另外發現出事的對講機上面有一些不太對勁的地方 懷疑整批都是仿冒品 案發的對講機如果是仿冒品 日本部分就沒有責任 呼叫器繼續追凶 那麼台灣的廠商說其實是委託給匈牙利的生產線製造 由他們貼牌出口 匈牙利BAC公司再進一步查下去 發現BAC根本是一家空殼公司 它實際是把生產設備賣給真主黨成員的 是一個保加利亞的幕後公司 深沉暮色中巨大爆裂聲劃破夜空 繼黎巴嫩真主黨呼叫器大規模爆炸後 18日對講機也傳出事故 新一波爆炸造成至少20人死亡 450人受傷 黎巴嫩通訊部緊急回應 說出事的對講機來自日本的艾可牧公司 但經查證後 艾可牧表示黎巴嫩市面上流通的機器 煤貼防衛鏢可能是仿冒品 被控釀災的ICV82對講機早已停產 前一天才發生的呼叫器集體爆炸案 死傷人數上升到12人 其中包括兩名兒童 還有將近三千人受傷 被捲入的台灣基納波羅公司 18日表示 射案的呼叫器並非 made in Taiwan 而是由匈牙利一家廠商 BAC生產 台灣公司只有授權品牌商標 我金阿波羅來講話 在過去三年的部分 有跟BAC這個公司建立 長期的貼牌的一些授權 匈牙利國會議員 呼喻政府相關部會展開調查 不過有知情人士指出 BAC只是家空殼公司 實際販售設備給真主黨成員的 可能是一家保家利亞公司 專家分析這次多台呼叫器 之所以會同時爆炸 除了有少量炸藥被塞入電池區之外 還有一支極小雷管被遷入內部 用以遠端遙控 連續發生爆炸事件 讓黎巴嫩人陷入恐懼 許多電器電業者 都把電裡通訊設備的電池 充電器拔掉 以防萬一 當地醫生表示 這次爆炸事件 仿佛讓他回到2020年 被魯特港口爆炸的災難現場 但驚恐之餘 他還是打起精神 與其他醫護人員 一起努力搶救受傷同胞 唯恐中東戰火進一步擴散 聯合國、美國及俄羅斯 都表達了關切 以色列當局對爆炸案 並未發表評論 但國防部長格朗特 稍早在空軍基地 發表談話時 指出將把加薩戰爭的 重心北移 對付真主黨 目前以離邊境交火依然猛烈 黎巴嫩機場來往以色列的 多個航班也被取消 真主黨官員稍早更揚言 稱一定會讓以國付出代價 黎巴嫩會堅定支持加薩 而過去的歷史並沒有過去 依舊在今天震盪 在對日抗戰的期間裡面 918事變是非常關鍵的一個環節 918就在這個星期三 中國發生了針對日本學校的刺殺事件 而犧牲的是一個10歲的小朋友 這次在深圳日本人學校的校門門口 有媽媽陪著 走到校門口的這個10歲小學生 腹部被刺成重傷 19號凌晨傷重不治 而918發生的當天 北京當局大動作的 紀念日軍侵略918定為國齒日 各界看法是 這一些仇日的事件 恐怕是情緒被鼓動 涉及了仇恨犯罪 而中國的外交部則強調 全案属於個別事件 這間位於大陸深圳 提供從小學到高中教育的日本人學校 周三上午8點多傳出不幸事件 校內一名10歲男童在母親陪同上學之際 竟然就在校門口遭一名44歲中性男子 持刀刺入腹部 重傷送醫急救 事件發生後第一時間中方作法竟然是全面淡化消息 不但官方媒體當天完全不報導事件 微博上更是一個字也搜尋不到 連深圳警方發表的案情通報都刻意迴避事發地點就在日本人學校門口 還利用審信未成年人說法來隱藏受害者是一名年僅10歲的中日混血小學生身份 你還有一些訪問關於攻擊者的刺激者的刺激者的刺激者嗎 剛才我已經介紹了這些案件目前正在進一步的調查中 中國是法治國家 我們始終歡迎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人士 來華旅遊 學習 經商和生活 北京當局強調全岸還需要進一步調查 並堅稱會維護境內外國人的安全 但對於身處中國的日本人來說卻是倍感恐慌 紛紛呼籲孩子不要單獨外出 甚至不要在公開場合講日文 畢竟兩個多月前發生在江蘇蘇州 同樣是針對日本學校發生的暴力刺傷事件 至今仍餘計猶存 當時一對正要搭乘校車的日籍母子 以及校車女員工胡友平遭刺傷 中國籍的胡友平最後傷重不治 如今相隔不到90天 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而且北京當局對蘇州事件 始終不曾完整說明案情與犯案動機 就連早前端午節在吉林省公園內發生的 四名美國交換教師遭刺傷事件 也只用走路碰撞作為行凶理由草草交代 這讓外界對於北京當局保護境內外國人安全的態度多有質疑 上川揚子透露日方早在上週六就已經先向中國外交部提出要求 呼籲確保日本學校的安全 因為當前時間點剛好碰上中方長期對內宣傳的 日本發動二戰侵略國池日 北京當局長期聲稱二戰期間中國對日本的抗戰 總共打了14年 而戰爭的起點就是1931年日軍發起的918事變 日軍打敗當時由張學良帶領隸屬中華民國的駐軍 並且佔領整個東北 我們看到的這個移民上的每一個移民點 都代表中國當地居民那種被剝奪被迫流亡那種悲慘的生活 中國官媒更在今年918紀念日 也就是深圳日本人學校慘劇發生當天 大篇幅報導當時在東北的日軍731部隊 曾長期進行人體細菌與醫療實驗的史料研究 而北京當局則是在918當天 首次派出航母遼寧號 驅入日本沖繩南方的碧連區航行 雖然沒有進入日本領海 卻已引發日方高度關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現在已經下令 儘快要求中方說明案件情況 日方更緊急檢討在中國的日本人學校安全措施保障狀態 至於事件會對當前處在低點的中日關係 帶來怎麼樣的負面效應 仍有待後續發展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接下來鏡頭轉到東北亞另外一個國家南韓 南韓總統尹錫悅到捷克進行四天訪問 他展開的是推銷外交 因為他的目標是要確保捷克跟韓國的水電跟核電公司 簽下24兆韓元 相當新台幣6000萬元的捷克核電新機組項目訂單 尹錫悅上任之後主張把韓國打造成為核電強國 他現在通過了建造新核電站的許可 而且積極加速SMR小型模組化和反應爐的技術開發 在政府高官送行下 南韓總統尹錫悅和妻子金建西19號踏上專機 起程前往捷克 準備開啟為期四天訪問行 這是南韓領袖時隔九年再次訪問捷克 這回應錫悅扛起重擔再度化身最佳推銷員 捷克政府今年7月才宣布將南韓水電與核電公司KHMP 選定為新建核電站的首選談判對象 但是最終協議還沒簽署 便遭美國競爭對手來攪局 就怕多達24兆韓元的大單有變數 尹錫悅清飛捷克和當地總統會面 介紹南韓技術優勢 助力雙方順利簽約 首爾當局聚聚不理核電 因為尹錫悅政府深知核電市場 未來潛力與上機 過去幾年來許多國家的能源政策 轉向推動非核家園 但無核戰爭爆發後 歐洲一度面臨能源危機 再加上隨著AI的快速發展 電力需求日益增加和能應用的呼聲 因此捲土重來 韓國和能安全單位 日前就通過了兩座新式核反應爐的建設時刻 由韓國水電與核電公司統籌新建 預計2033年便能完成 其實早在2016年 韓國核電企業就提出聲信 但是前朝溫在營政府傾向反核停止審查 直到八年後 印西越力推增加核能發電戰幣才得以通過 除了重啟核電戰建設 印西越政府野心勃勃 為了讓韓國主導未來核電廠市場 正全力開發新技術 SMR 消新模組化反應爐 被稱作小型核電廠 發電量雖小但零碳 供電穩定 而且相較於傳統核電廠 既安全 造價便宜 建設時間也短上許多 不受到天氣等各種外部環境影響 看準新技術商機 南韓政府正加速SMR開發 和30多家企業成立官名聯盟 並投入6500億韓元 在慶州市建設國家產業園區 為了躍升核電最強國 韓方正加大投資力道 打造完整的SMR生態系統 立憑2030年前 將這項先進核能技術出口海外 TVB新聞綜合報導 9月份是國際失智症的月份 9月21號是國際失智症日 全球很多先進國家 其實都面臨高齡化的問題 以日本來說 最新公布日本的人瑞數字 也就是全日本百歲以上的人瑞 已經超過95000人 這是第54年創了新高數字 另外65歲以上的高齡的人 高齡的就業人口 高齡的勞災案件 在日本全面刷新記錄 所以日本鼓勵老年人 從事輕度的運動 訓練頭腦 保持手腳靈活 說是可以預防失智 而且高齡還在工作 也能夠提高職場的安全 以前用七老八十 形容年事已高老胎隆中 現在的七老八十 不過就是正在追求 人生新篇章的一尾活龍 86歲能有這副身材 靠的就是30多年來 每天自律健身三小時 好在銀法健美比賽上 頒倒大前輩 我做的方法是自己的考慮 所以我沒有興奮 我自己的努力 我一直都在做 但我沒有興奮 我沒有諦諒 但我又來年來繞著 這是一種永遠的 訓練的信念 9月是國際失智正月 全球最老的日本最新調查 百歲人瑞達到9萬5千多人 連續54年改寫記錄 目前最高齡女性為116歲 男性為110歲 高齡化社會飛快前進 日本政府多年來 大力鼓吹活到老 動到老 以預防及延緩市之陣 大正11年9月18日 職業是藥財 107歲 健康甲巴黎的秘訣到底是什麼 除了吃飽 睡好 常受研究學者強調 還要動手動腳動頭腦 年過百歲 依舊合法同言 老而不退 老而不廢 讓這些老先生 老太太 老當益壯 但對於退休族群的高齡者 退而不休 往往是迫於現實的無奈 年輕だけじゃ少ないので それをちょっと補填するために 働い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は 期間長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老婆って 元気でいるうちは働いて働いて 自分のね お小遣いにもなるしね 70ぐらいだって平気で やっぱり同じ職場にいますよ そうですか ただがっくり年で60過ぎてから 50、60前ぐらいから がっくりと体がやっぱり意識しますよ 日本政府推算 65歲以上高齡者超過3620万人 另外去年高齡勞工為914万人 2項数字皆刷新記錄 而高齡就業率来到25.2% 其中65至69歲高達52% 高齡勞工的加入雖然 暫緩了疫情後的人力荒 但職場越老危险就越多 日本去年勞災統計 60歲以上死傷者將近4萬 同樣是歷史新高 有關事故原因 跌倒占最多 其次是跌落墜落 以及所謂的傷心錯骨 高齡社會幾乎不可逆 引法職場成為新趨勢 專家則提醒 老年人健康反應力 適應力各有不同 管理老員工 因避免系統化 企業與雇主 還需因人而異 靈活變通 而勞工也該提高危機意識 共同維護職場安全 平平安安的 活到老 動到老 TV新聞總報道 電影反映真實 而電影有時候也會 反映出我們一些 刻意選擇忽略的問題 今天看的是 艾莎尼亞的電影 叫沉睡的野獸 它描述一群 半大不小的孩子 在放假期間 差點殺了 工廠管理員的過程 看起來好像討論 兒童可以殘忍到匪夷所思 但是會提出更多 值得我們再想一想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這個報導 白無聊賴的暑假 波羅的海國家 艾莎尼亞這群半大不小的孩子 最喜歡的遊樂場 是附近的廢棄工廠 小小團體裡有孩子 王女孩 跟屁寵男孩 怕孤單的小姐妹 還有有點害羞的男孩 克里斯蒂安 打不進哥哥的青少年朋友圈 克里斯蒂安不想再被僅有的同侪團體扔下 大人越禁止 這群兒童以上少年未滿的孩子 就越想進去廢工廠玩 他們都看到了禁止進入的牌子 也找到了鑽進廢工廠的小路 屢次阻止他們進入的老麥管理員 在驅趕孩子時 跌進地洞裡 在禁止他們遊樂的大人中 最弱勢也是最前線的對抗者 老麥的管理員 跌入洞中後 仿佛成了孩子們的接下球 尽管老管理員不斷哀求 他們也不去向大人報告求助 甚至扔下草給管理員吃 孩子們首次長到情侍反轉 可以控制大人的樂趣 出事不說也是怕闖禍被罵 但還是有人注意到老管理員失蹤了 克里斯蒂安也向兄長求救 被視為判徒而遭排斥時 他發現朋友們竟然堵住洞口 不讓大人找到管理員 警方開始搜索找人 為了避免一切被發現 小孩們還放火燒工廠 完全不顧可能把不久前才翻臉的友伴也燒死 克里斯蒂安鼓起勇氣憑良心行事 除了被同侪排斥 也得面對最害怕的家長和警方 便吊油煎熬的暑假終於結束 回學校的車上 克里斯蒂安 看見了遠方騎車的老管理員 公式主題之夜論壇 邀請各行各業來賓 針對這部電影討論 兒童為何會做出脱墟或殘酷行為 其實片中孩子們並非全無意識到事情嚴重性 只是比起救人 他們更擔心的後果 第一是被同侪排斥 第二是挨罵和被處罰 孩童們直觀的選擇是兩害取其親 會不會挨罵與父母的關係 顯然重於陌生人的性命 都說小孩子才做選擇 但成人們也常面臨抉擇壓力 只是對兒童來說 同侪壓力和自我認同 使他們更在乎的事 想要救警衛的那個小男孩的媽媽 她其實是比較能夠同理 就是像 所以那個小孩比較想去救人 對 因為像家長跟孩子的關係 主要是一個很高對下的關係 最後放火燒那個房子的小孩 就是他爸爸一直給他灌輸觀念 就是他要當一個男子漢 而霸凌與耍狠 很可能是孩子證明自己的一種嘗試 影片最後克里斯蒂安的父親 用同理心安慰他 孩子與大人的關係 是有話願不願意對家長說的關鍵 犯錯後的孩子就看有沒有接納與關懷他的大人 讓他有勇氣學習與改變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剩下47天了 賀錦麗在最新出爐的搖擺州民調裡面 她開始反敗為勝 在賓州和密西根州 她的支持度超過五成 也就是拉開了領先幅度 拉開幅度有五個百分點 也超出了誤差範圍 但是在搖擺州威斯康辛 兩個人依舊勢均力敵 在女性選民裡面 賀錦麗是穩定獲得支持 她的副手華茲搶攻男性選票 直接喊話丈夫和做父親的 而川普的副手范斯 則是猛攻賀錦麗 她認為賀錦麗連媒體訪問都不敢接受 有辦法面對世界強權嗎 而過去多半支持民主黨的 國際卡車司機公會 宣布紀念不表態 這對賀錦麗帶來了一大打擊 騎警 巡警 特種部隊 周三騎聚紐約長島 為安全面總動員 因為幾天前顯二度遇刺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 要到當地造勢 川普高喊要贏得紐約州 不過過去九屆總統大選 紐約州都投籃 上屆他在紐約也輸給拜登超過二十個百分點 但在這大選倒數四十八天 他依然選擇到他出生長大的紐約 而非關鍵搖擺州造勢 根據最新出爐的奎尼皮克大選民調 民主黨候選人副總統賀錦麗 在搖擺州的氣勢持續攀升 可能去投票的選民中 賀錦麗在賓州以百分之五十一領先川普的百分之四十五 密西根也以百分之五十超前對手的百分之四十五 威斯康星則是平盤 百分之四十八對上百分之四十七 如果賀錦麗順利拿下這三周 就算輸掉陽光地帶 也足以跨過兩百七的選舉人票門檻 放話要把手伸進獨立機關聯準會的川普 大酸聯準會降席決定 川普內心不痛快 因為降席可能就此推升股市 也代表美國經濟有望軟著陸 而自2000年一直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 美國最大公會之一國際卡車司機公會 最新宣布今年不為候選人背書 對賀錦麗陣營是一大打擊 擁有130萬會員的公會內部調查顯示 僅六成會員支持川普 賀錦麗僅約三成 不過搖擺州三州民調顯示 川普在經濟和移民議題的領先幅度縮小 目前差距百分之三到四 賀錦麗在國會西班牙裔黨團協會強調 需要改革移民制度 但警告川普和他的極端主義盟友 將把數百萬非法拘留美國的人驅逐出境 不過川普支持者 骨子裡對移民是很憤怒的 我們需要保安協議 我們需要做得正確的 我喜歡讓人進去 川普副首范斯也嗆賀錦麗 連友善媒體訪問都無法接受 有能力面對世界強權領袖嗎 福斯新聞直指 自赫華佩成行 兩人僅接受過14次訪問 川范佩則炙手55次 不過賀錦麗的副首華茲 范斯無疑是他一大助力 幫他搶攻男性選票 你希望J.D.Banz 決定要關於你的妻子和女兒的健康嗎 范斯直接向丈夫和爸爸們喊話 他直率接地氣的話語 打動不少男性選民 這不是你的丟臉 這就是我的標誌 這就是一個美麗的方法 要討論整個疫苗和活動的正確 在搖擺州北卡羅來納 赫華佩支持者說 對川普的厭倦 能吸引男女雙方選票 我看到很多人在我們住宅 我看到很多人在我們住宅 我看到很多員工 以為特朗普 我會更加興奮 或更加強迫特朗普 我希望會有很多男人 比我們想要驚訝 自狂歡力挺賀錦麗 冰淇淋車也將巡迴搖擺州拉票 體驗網綜合報導 好 而美國呢 九月大勢是真的降息了 美國聯準會利率會議結果出爐 而且大出意外 降息幅度是兩碼 四年多第一次降息 那麼這兩碼呢 足以提振降溫的就業市場 而目前美國的通膨達到2.5% 因此聯準會主席鮑爾認為 並沒有看到任何經濟減速的跡象 這是美國總統大選前 最後一次的聯準會利率會議 共和黨籍的總統候選人川普 把握機會放炮猛轟 說顯然就是因為現在經濟太糟了 美國聯準會四年來的第一降 不只沒讓投資人失望 還超乎原本的期望 一口氣降息兩碼 跳脫聯準會以往常見 大都只升降一碼的幅度 聯準會主席鮑爾 除了對通膨走向信心十足 也派能在持續壓低通膨的同時 提振正在冷卻的就業市場 為了對抗通膨 聯準會自2022年3月以來 共升息了11次 將利率推上23年高點 最後一次升息是在今年7月 儘管這次大跨部的降息 主要是因雇用和薪資成長放緩而起 但鮑爾再三強調 並沒有看到經濟減速的跡象 建於這是2024大選登場前 最後一場聯準會利率會議 共和黨籍總統候選人川普 當天現身紐約一間加密貨幣主題酒吧 這麼解讀 華爾街許下的降息願望成真 激勵美股三大指數盤中飆漲 標普500還一度出現1%的漲幅 但尾盤震盪翻黑 中場小幅收低 不過仍有近八成的投資人 看好股市會持續攀升 分析師一面讚揚聯準會的決策 百分之百正確 卻也忍不住馬後炮一下 至於一般美國大眾 打從利率結果出路前 就開始動作 上星期全美的房貸申請總建數 比前一週大增14.2% 雖然還不會那麼快看到 房貸利率降到4%以下 但勢必開始減輕一些財務壓力 像是信用卡 車貸還有房貸 聯準會下一步怎麼走 除了得以就業市場的狀況而定 還加上前一天美国商務部才公布八月零售銷售 月增百分之零點一高於預期 顯示消費者支出依舊強勁 大多數經濟學者也不把聯準會九月會議 視為利率週期的結束 而是一波新紀元就此展開 並看好今年底前再降兩碼 隨舊歲末年中即將到來 電商龍頭亞馬遜宣布 將調漲全美80多萬名倉儲和運輸員工的基本時薪 到22美元以上 還免費提供一年價值139美元 Prime會員資格借以提振士氣 零售大廠Target也大打偵才廣告 將僱用10萬名季節性員工 應戰忙碌的年底假期 PVP收通報導 您大概聽過數位遊牧民族 自從可以work from home 變成一個世界型的趨勢之後 有很多的大城市都變成國際旅人 選擇在那邊long stay 然後工作的地方 現在有一個熱門的地方 是泰國第二大城清麥 它吸引了海外遊客造訪 也吸引了很多數位遊牧族 因為清麥的生活成本低 但是基礎設施完善 步調相對慢活 所以他們在清麥 一邊work from home 一邊旅行 也帶動了清麥的房地產市場 目前還算價格清明 而泰國政府又退出了 特別的簽證優惠 使得清麥成為亞洲的新投資熱區 冰河貫穿群山環繞 泰國第二大城清麥 曾是古蘭納王國之都 不少當時的文化建築被保留下來 為這座城市增添迷人古都之美 古城區的東門塔佩門紅色斑駁 磚牆前身 可是保護城市免受外來入侵的工程 如今成了熱門旅遊景點 大量和平哥聚集 吸引遊客駐足拍照打卡 進了城門後 還有300多座寺廟 等著大家揭開神秘面紗 其中柴迪隆寺 名列遊客心中必取清單 以後清麥旅遊業逐步復蘇 2023年為清麥府創造上千億泰竹收入 光是飛往清麥國際機場的遊客總數 就高達390萬元 不過來自中國的遊客 少了許多只有20多萬元 僅是2019年疫情前的23% 不然倒是韓國和台灣航空公司的直航班機 搭載乘客來清麥的人數 位列且三排名 它是一年三年級的名字 有很多飲食店、咖啡店 有很多商店 韓國跟其他名秘的名秘 比較適合 水價比韓國的價值 韓國遊客到訪數量顯著增加 原因包括環境舒適 夜市、寺廟、咖啡廳和美食 樣樣齊全 甚至物價很便宜 鄭重韓國遊客喜好 不只短期旅遊 近幾年清麥更成了 數位遊牧工作者大本營 我之前第一次聽到 數位遊牧這個名詞 是從朋友的口中聽到的 然後那時候就上碗查一下 然後發現好像清麥是 數位遊牧的大本營 可能是因為清麥它就是蠻大的 然後就是整個步驟比較慢 比較放鬆的感覺 對 然後物價也都相對的比較便宜 疫情期間遠程工作普及 讓不少上班族意識到 不必固定在傳統辦公室工作 開始興起數位遊牧趨勢 尋求在工作和生活之間 取得良好平衡 其中泰國清麥 廣受數位遊牧者好評 對 這裡造工其實蠻方便 所以它有APP可以叫 就是像計程車然後摩托車都可以叫 那其實都比台灣便宜很多 生活成本低同時擁有良好基礎設施 還有眾多共享工作空間供數位遊牧選擇 像是奧就專為數位遊牧和遠距工作者打造專屬空間 簡單配置的小房間 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這裡不只提供房源 還和辦公結合 只要下樓就有工作區可以使用 另外 甚至獨自邊旅遊邊工作的族群 可能有個遺憾 太過孤獨 這地方之前其實是在飯店 但因為我們co-living的分別就是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其實我們需要加強 需要提高這個經驗 所以有很多地方我們需要改動 好像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橋 在兩個樓房中間我們在這個地方以後 方便人從二樓那邊走去共用的空間 為了一少數位遊牧心中空缺 Alt共享工作空間創辦人 這樣想盡辦法改良設施 舉辦聚會 文化體驗活動 增加來自世界各地的住戶們交流機會 co-living的概念其實不是光一個空間 給他們去睡覺 去工作 只是一個地方給機會大家去交流 去了解 去交朋友 去一起分享他們工作的一個體驗 在清邁先起的數位遊牧熱潮 泰國政府樂見其成 甚至進一步推出目的地簽證 只要持有這一簽證的人 五年內可多次入境泰國 曼國當局大動作放寬入境政策 無疑是看見長期滯留外國客的商機 不僅能帶動旅遊業發展 也振興當地房地產市場 勤邁長康路這一熱門社區 擁有豪華公社 頂樓 甚至配有長達150公尺 無邊境泳池 吸引自住客和海內外投資客的目光 今天帶大家來看這個社區 它在清邁在我心裡算是 數一數二的社區 為什麼 因為它自住跟收租跟功能 跟地點我覺得都是最平均 而且最平均而且最好的 14.5坪讓房一聽一除的房子 約500萬台幣有找 公設停車位還不另算 對台灣民眾而言可以說是價格親切 但外國人投資房產有限制 這樣的電梯大樓在泰國稱作公寓 外國人購買能擁有永久產權 不過想買別墅類別的房產就得當心 公寓是法律民文規定 外國人可以持有個人護照去購買 我舉個例子 一個社區裡面假如有100間 100間裡面49間可以賣給外國人 是有房子權重跟土地權重 但是土地裡面有的是持份 第二種產品叫做別墅 後天 這種帶有整個整棟 然後下面土地就是一整塊這一種 這種是外國人不能買的 借用泰國人投或是開設泰國股份為主的公司 不在限制範圍內 但若是用個人名義買下別墅類房產 就只能買到地上租賃權 租約最長有效期限是30年 最多續約兩次 曼谷資產熱後 清邁成為下一個熱區 買來退休養老合宜 拿來收租 房租投報率也能達到5%到6%之間 但跟風之前 仍需考量投資風險 和當地各種稅務和法規 避免砸了錢 百姓而歸 TVB新聞 陳議員高一婷 泰國採訪報導 好 接下來關注的是俄羅斯對於承受了烏克蘭出動遠程無人機發動的本土攻擊 夜空中升起一團火球 海煤S300 S400 伊斯坦德爾以及北韓彈道飛彈還引發規模2.8地震 責倫斯基稱這起攻擊精準削弱敵人是在俄羅斯領土上展現長城打擊的成果 特威爾州長證實至少6架烏克蘭無人機夜襲軍火庫 烏人機碎片掉落周圍地區陷入火海 越驻烏克蘭連夜針對莫斯科附近的發電廠與煉油廠發動豎起無人機攻擊引發大火 破壞能源基礎設施這回直攻軍火庫 目標鎖定北韓援助飛彈的存放地 一波波毀滅性攻擊持續向俄羅斯施壓 TVN新聞綜合報導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全球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 再會 2 2 4 4 2 4 5 6 5 5 7 7 7 11